花蓮市阿美族成年礼将在16号清晨登场了 参与今年成年礼阶级的39位部落青少年 今天由部落头目陪同前往花蓮市公所报信息 除了传达他们已经做好接受成年礼考验的准备之外 更预告花蓮市各部落风年季将在7月底陆续展开 邀请花蓮乡亲以及国内外观光客来感受部落的盛事 39位来自花蓮市各部落青少年 14号上午由头目们陪同沿路跑步来到花蓮市公所 部落事务组长联席会长杨中环 还有前会长周吉隆率领着各部落头目 以传统原住民祈福一事 在施工所前广场向历代头目、祖灵 还有部落先民宣告 花蓮市各部落风年季将在暑假期间各自举办 更重要的是每8年举行一次的成年礼 也在7月16号即将登场 市长表示报信息是宣告花蓮市风年季即将展开 邀请花蓮乡亲还有国内外的游客来感受部落的盛事 真的非常感动 看到很多青年的朋友回到自己的家乡 参与属于家乡的一个报信息的活动 未来也有成年礼 还有我们风年季 希望有很多很多的青年朋友重视自己的文化 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 把这份力量寄注给部落 我相信文化才能带带传承下去 今天感谢我们青年朋友 更感谢部落的同母 部落的干部这样付出 祝福我们所有部落的伙伴们 永远平安快乐 报信息最后 部落勇士跟着领唱人员一起唱着风年季歌谣 每首歌都有相对应的舞步 借由歌舞向祖林传达丰收的喜悦 还有感谢之意 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施工所表示 这群领唱人员是今年传统领唱培训班的学员 期间跟着指导老师也学习传统风年季歌谣 要用歌声引导着部落族人舞出风年喜悦 借旅会坏事报道